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理论上这样写没有问题 就是说有一个比较 我自己个人看了之后会不太舒服 就是它会不断有 input 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这个问题发生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需要你再输入之后 再判断的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改个精简一点的话 那理论上就是说 可以把它写、换个位置放 那换个位置,这个字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呢 如果你希望只写一次这个东西的话 因为你会看到这边现在有三 再猜一次要写三行 那我的个人习惯,第一个 我会先把这一行放到快回圈的下一行 也就是说呢 当这个回圈它发生的时候呢 它就去做输入的动作 然后再去做判断 所以呢 理论上是先错 然后再输入再判断 那接下来的话问题是 问题来了 输入完之后 这两行其实假设不要的话 比如这个地方 再判断 那所以判断式可能要变更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我们修改了这个 它的一个结构 目前大概就是只输入一次 可是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假如说它输入之后的话 诶,可问题来了 它完全没输入 所以理论上 这个词应该会永远是不等于的 所以理论上 这个词应该会永远是不等于的 有没有 因为我们根本 除非说你要跑到这个 所以第一次跑进来 所以它如果第一次 G的词不存在也会发生错误 所以你可能还要给一个G的初始词 才会是正确的 所以呢 我个人的改法是这样 那我干脆呢 直接把画我后面的这个叙述 一律改成1 画我1冒号 不过很多同学常常会看不懂 这什么意思 那画我1冒号的意思是这样 1的话实际上就true 所以你也可以打true 画我true冒号也可以 你打一个true也可以 不过你现在true 那true的话意思就是呢 画我后面如果加一个true 或加一个1的话 那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你就一直帮我跑进去就对了 这意思是说啦 你就一直做就对了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如果说呢 你有这样的叙述的话 你必须要在逻辑判断里面 多一个东西叫break 也就是说呢 我要当什么状况下 让它跳里 所以这个写法 我自己比较习惯的写法 就是1 我会把叙述放里面 然后呢 上面我就先加一个画一帽 反正你就先做 做了之后的话呢 就让它先输入 输入之后的话呢 再让它做逻辑判断 所以判断的话 总共的话会有几种情况 第一个 如果g 把它输入完之后 如果g小于rnd的话 那跟他讲说 太低了 再高一点 那反之的话呢 就叫lf 所以这里下来改一下 lf 然后呢 lf后面的话刚好颠倒 g的词怎么样 如果是大于rnd的话 那就跟他讲太高了 那最后一个逻辑就是else else的话就是它不是太高 那也不是太低 那表示什么 答对了嘛 OK 所以答对的话要怎么样呢 那就把这一行 搬到这里后面 不过可能要突破水哦 因为如果你答对的话 我们前面这边是有个画鱼毛 那就一直跑的意思 那如果有点像油门踩到底 你就冲啊 在什么时候停下来 答对的时候停下来 所以记得哦 请你在答对的下面这一行哦 记得多打一个break 也就是说呢 画鱼毛的话 你一定要有个地方break 如果没有break的话 那他就不会跳离这个城市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所以修改之后 你会发现 城市相对 会比较清爽一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就少了很多个input者的叙述 也比较不容易出错 所以我以后呢 我如果写画回圈的话 我的习惯 反正不管怎样 我就先打画鱼毛号 然后你先输入 输入再判断 那判断里面呢 会有个break 大概的一个写法 基本上我也有点像标准化的流程 反正以后看到 需要写一个类似的城市 那我基本上就把它拆成 画鱼毛号 输入判断 判断里面有个brea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写法 OK 所以呢 基本上 我大概改良过的版本 大概长这样 那基本上改了什么地方 第一个 我把那个fire后面的逻辑 一律改成1 指的是true OK 就是 你一定要跑到回 那输入的话呢 只会输入一次 所以 而且输入的位置呢 刚好就要fire回圈下一行 那底下的话做逻辑判断 不外入就太高 不外入就太低 不外入就太高 OK 然后呢 再来最后的话 恭喜答对的话 底下就break 这个关键很重要 break一定要写 如果你没有写这个break的话 那城市就变无穷回圈了 OK 好 这个是第一个 把刚刚的那个版本 改成 这样的一个写法 OK 那这是我个人习惯的写法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说老师这个写法 我自己看的不太习惯 没关系 你可以写刚刚的写法 也OK 或者甚至你反正可不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 写一个你自己 比较有把握 而且比较习惯的写法 反正以后看到 只要画一圈 你就可以很顺的 可以把它写下 不会出错 那个写法就是好的写法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如果想要把它变 改一下 因为刚刚是猜 有点像 我猜到五次 猜到六次 猜对了 但是呢 如果我希望 把这个城市稍微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就是只能够猜三次 或者猜四次 猜五次 反正OK 你可以改 我想 假设呢 他只能猜三次 如果他三次猜完之后 还猜不中的话 那就不能再猜了 OK 可能我们都是这样 你只能猜三次 然后呢 最后甚至呢 这个跟他直接跟他讲说答案为什么 直接告诉你答案了 你不要再猜了 OK 不然的话猜 你永远猜不中 之类的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写 当然至少两种写法 哎 怎么样次数 那第一种写法的话就是你可以把那个什么 画有违圈怎么样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改成什么 改成for违圈 有没有 放违圈的话是有范围的哦 所以如果你把 画有违帽号是说你一直执行 反正执行 到底下碰到break才离开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只能够拆三次的话 那你可以for i in range 1-123 有没有 1-123 4就离开了 对不对 所以range 1-4 刮斧 哎 这样不就OK 但是问题来的哦 你还要叙述一下 要怎么样让它只能拆 碰到3就离开 而且还没拆对的话 OK 如果拆对当然就一样离开啦 OK 这是一种一种改法 你可以改成for违圈 只能拆三次 第二种改法的话呢 是不是说可以在那个 程式的下方 增加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的话有点像技术器 你跑一次加1 跑两次加2 这再加变2 变3 然后呢 只要那个数字等于3的话 那就跟他讲 你不能再猜了 有点像是一个计算数量的 反正两个方法 要怎么写 请各位先试试看 所以 请各位先把刚刚的那个 第一种写法改成精简版 这个是精简版 这个版本的话 你们可以参考 云端白版 或你们讲义里面 的这个精简版的部分 OK 画面先好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改完之后的话 再试试看 底下 如果你希望限制它 只能够拆三次的话 那程式该怎么写 OK OK